好 先前這件保署的洩密案 震驚了各界 那麼日前檢調鎖定了 已經卸任的這件保署 前主名葉馮明 他涉嫌是以隨先諜竊取了檔案 來盜賣臺灣人的個資去中國 根據平面媒體最新掌握說 近年來其實葉馮明 他密集的往返中國 疑似利用人頭賬戶在海內外 藏放超過十二億元的巨款 檢調現在懷疑 全案恐怕還有其他共犯 持續在擴大追查當中 存有全臺兩千三百萬 國人個資的衛福部健保署 傳出有內鬼 把個資倒賣到中國 消息溢出震驚各界 檢調鎖定健保署前主 命涉嫌用隨身碟 以蠶食守法竊取檔案 長達十三年 有什麼想說明的 雖然葉馮明事後 吳寶請回 博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檢調掌握他曾在二零一一年 還有二零一二年 分別到中國北京及成都 怪的是他出境前 都不需要到銀行換人民幣 加上這信用卡也沒出現 一場交易 究竟在中國的花費是從何而來 還有代理期 只不過葉馮明的下信妻子 在台電任職多年 曾在二零一三年四月 存進了一萬兩千元的人民幣 他和媽媽也存在二零一八年 一月有五百萬的匯款記錄 葉馮家族相關的賬戶更是從二零一零年 到二零一四年間 擁有一千兩百萬元的不明資金進出 尤其葉馮明只要從中國返台家族的相關賬戶都有大筆的款項匯入 難道是盜賣個資所得 專案小組不排除還有共犯 國賣國的垃圾行為 應該予以重成 應該建制專業的國安法庭 根據證據要予以快速並且重判 據了解葉馮明早期重建保署台北業務組基層做起 後來身上署最重要的城堡組組長在接任主命 對業務相當熟悉 在去年初才退休 轉進民間科技大廠任職 但由於調查局全面清查業家相關銀行賬戶 有超過十二億的新台幣 財力相當驚人 檢調如今只能加速查明案情 確保國家安全 記者 綜合報導